故事发生在1963年美苏冷战时期 雅女伊丽莎在美国政府的实验室里工作 她并不是政府药员 而是那里的一名清洁女工 年幼时一场大病夺走了伊丽莎的声音 这让她的性格变得孤僻胆怯 至今她都在沉默中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 全部的朋友也只有一个画家老头和同事胖婶 一天实验室里拉响了高度戒备的警报 一个神秘的罐子被送了进来 罐子里装满了水 令伊丽莎震惊的是 罐子里似乎关着一个怪异的生物 不久她碰到了随时拿着电棒的电棒格 电棒格是个狂妄自大的人 伊丽莎发现她的电棒上沾满了血迹 不久实验室里就出了事 随着两声枪响 电棒格捂着流满血的手走了出来 伊丽莎和胖婶被叫去清理血迹 她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电棒格被咬断的手指 也看见了被关在罐子里的可怜怪物 伊丽莎将手指还给了电棒格 而自己悄悄给怪物捎带了鸡蛋 怪物因为好奇竟然从水里站了起来 她的身上长满了漂亮的鳞片 就像是一条人鱼 通过几天的接触后 伊丽莎和人鱼渐渐熟悉起来 她为人鱼带来了家里的唱片 也为人鱼跳舞 人鱼就像是另一个伊丽莎 沉默地被关在枷锁里 也正是这样 他们可以进行着无言的交流 自从和人鱼成为朋友后 伊丽莎越来越开朗 渐渐地她和人鱼产生了感情 然而好景不长 一天伊丽莎发现人鱼受了重伤 原来是电棒格用电棒击她 上次呢 电棒格就是这么对待人鱼 才被咬掉了手指 这次人鱼被锁住 她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而弱小的伊丽莎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不久她就得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军方的将军 竟然下令要杀死人鱼 原来伊丽莎和人鱼在一起时 被一名科学家发现 这名科学家呢 其实是俄国派来美国的卧底 她将人鱼的事告诉了美方将军 没想到电棒格一听 便建议干脆解剖人鱼 这样呢 不仅可以研究透彻 还可以报了断纸的仇 科学家一听急坏了 她赶紧将人鱼即将被解剖的事 上报给俄方上级 俄方上级一想不能让美方得逞 于是呢 赶紧拿给她一盒注射剂 让她在人鱼被解剖前杀死人鱼 然而在行动这晚 科学家却发现 伊丽莎在监控上动了手脚 原来伊丽莎试图救走人鱼 原本科学家就不同意杀死人鱼 于是呢 她决定帮助伊丽莎 伊丽莎将人鱼装在垃圾桶里 往外运送 而她的朋友画家老头 假扮成运货人接应他们 在伊丽莎即将成功将人鱼带出去时 胖婶出现并阻止她 告诫她这样做的危险性 此时电棒男在监控室察觉到了异样 拿着电棒追了出来 而这个时候科学家抓紧实际 炸坏了电源 实验室一瞬间陷入紧急戒备 胖婶在这关键时刻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赶紧帮忙推着人鱼出去 通过几人的合作呢 最终救出了人鱼 他们将人鱼带回伊丽莎家中 将她养在浴缸里撒上了盐 为了不被察觉 伊丽莎第二天装作无事发生 继续去工作 而画家老头在家帮忙照看人鱼 此时电棒男就人鱼丢失的事儿 正在进行排查 幸好前一天下班前 胖婶帮伊丽莎打了下班卡 所以俩人都被排除了嫌疑 然而等伊丽莎回家却发现 画家受了伤 而人鱼也性大发跑了出去 伊丽莎在楼下的电影院找到了人鱼 幸好是在晚上 她才没被人发现 伊丽莎将人鱼带回了家 人鱼也意识到自己的错 向画家撒娇认错 晚上寂寞的伊丽莎和人鱼融入了彼此 在这冰冷的雨夜 他们相爱了 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像雨滴汇集 越来越深越来越厚 画家从伊丽莎脸上看见了 从未出现过的笑容 如此动人美丽 她将这幅美景画了下来 但好景不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伊丽莎发现人鱼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人鱼的鳞片正在慢慢脱落 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即使伊丽莎再不舍 她也必须将人鱼送回大海 在一个雨夜 她终于决定和人鱼道别 但就在几人将人鱼送到海边时 电报男突然冒了出来 原来她一直在跟踪几人 并发现了他们送走人鱼的计划 电报男掏出手枪 就射中了人鱼和伊丽莎 伊丽莎和人鱼双双倒地死在了雨中 但神奇的是 人鱼很快就复活过来 她站了起来 浑身的伤口早已不见踪影 人鱼走向电报男 给了她致命一击 电报男应声倒下 再也没起来 最后人鱼抱着伊丽莎的尸体 跳入了海中 人鱼深情地吻着伊丽莎 没想到伊丽莎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 他们就像海水和海草一样 缠绕着彼此 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水星物语》上映于2017年 虽然豆瓣评分只有看似不起眼的7.2 但她打败了《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堆克尔克》 《三块广告牌》等电影 成为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 《水星物语》不仅仅在讲述 雅女伊丽莎的爱情 她将爱情与欲望 政治与信仰融为一体 虽然伊丽莎是个卑微的雅女 但她有爱与被爱的资格 善良的她最终成为了人鱼的公主 而影片中的政治家们 无论如何角逐 都是以愚蠢自大的形象出现的 唯一闪亮的是俄国科学家残存的善念 而这一切都在表达着 科学不应当被政治势力所利用 所以导演算是用心良苦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